國慶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 打鬥風 這場在2017年 10月7日 18日 所舉行的大型格鬥賽事 可說是辦得非常成功 叫好又叫做的票房 電了台灣人 對柚子的愛 但在高手迎擊的會戰殿堂中 卻有個孤獨的志工 暗藍落淚 你這年了 時間 總算行有聖誡 請賓了 沒錯 當今徹雜風雲的格鬥達人 過去都是 媽媽一口來 電玩屁 轉角 吃 在電視上頭 一致排開 說這是傢伙 肯定會學壞 遊戲內刀工劍 現實中 絕對是做監犯客 攻防止 拳打腳底 長大後 想必會 沒財 海貌 小朋友 面對四大人 白山倒海 攻擊沒 別說挺身反擊 這根本都嚇死了 而時間 拉回現代 視角 轉到比賽 會場中 有出現專家預測的 正邪生死鬥 或者學者估計的 清潮 陰陽格 酒 真命 健康 煩樂 激烈 青春 交流 白 空作 共貴 君子 勝 毒 也就是說 吃百生贏 人就想要做壞事啦 所以要找一個興趣 發洩過剩的經驗 玩遊戲 成本D 不用挺而作弦 刀口填血 隨便打個弓 我也是三機制霸 打電動 安全刀 房內 雙手攤 兩腿子生 純死 糞死 就是很難意外死 遺憾你要有這個 有了多長 既然叫古早人的獵巫行動 口污名化 直到今天 才沉暈得雪 此來的正義 也已經不是正義了 曾經熱衷電玩的你 如今 有學壞了嗎 想必答案 已經不言之 大家 遺憾 喂 格鬥戲 瘦瘦的煙軀 我愛 10秒吧 1 2 3 4 啊靠然就輸了啦